这表你先拿着 以后我再好好谢谢你 你要是能把这杯咖啡推销出去 我就录用你 董事长你怎么来了 我来见个人 这事千万别顺帐 好的董事长 等会儿啊 见完了以后 你就带我到公司转 我了解一下公司的情况 小姑娘 你就在这儿上班了 对 那天我就是来这儿面试 碰见了您 哦 对了 这什么表还您 这 小姑娘 这个呢 是我的一点心意 你一定要收下 不用了不用了 举手之劳而已 大爷我先不跟您聊了 下午董事长要来听汇报 我方案还没改好呢 我先去忙了 好 忙去吧 汇报你俩就不用去了 你俩只是实习生 没有在董事长面前汇报的权利 谁规定的 我规定的 怎样 董事长您好 我是负责人米露 我来跟你汇报项目 这方案是你做的吗 呃 是我手下两个实习生做的 本来想给他们一个机会 没想到 在董事长面前出丑了 这样 你把他们两个人叫进来 看看你们俩 没有这金刚钻就别懒这瓷器活 董事长对你们俩的方案很不满意 我很满意 啊 对对对对 我也在旁边给他们指导了一下 爸 米主管可从来没有指导过我吗 你乱说什么 爸 他是你爸 代言你 米卡 没想到你不仅心地善良 而且工作能力还很强 我儿子经常在我的面前说你的好话呢 董 董事长 你们这 我差点给忘了 通知下去 你被开除了 什么 你仗着主管的身份 占用他人的成果 见风使舵 把公司的纪律 视为无误 封公司容不下你这种 不仅如此 上林集团旗下的所有产业 都永远不会录用你 董事长 您就原谅我吧 我知道我错了 米卡 以后主管一职 就由你来担任 我相信你 我 可是董事长 我也相信你 以后 你就给米卡当助理 好好的向人家学习 好 我相信你 人家学习 你 比我 都会不太好 你